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学校原先有三百多 到后来就说逐渐的城镇化发展 好多农村的人到城镇去打工 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去打工 孩子还留在乡下 渐渐的变成父母双方都去打工 这样的话他们把孩子引到城镇去上学 学生多的时候就是要绿个班 是绿个教室 现在成了这个班了 你们走着路害怕吗 不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走了很多遍了 对这条路已经更熟悉了 你走了多少年了 四年了 四年每天你都从这走 挺担心的 现在就是像昨天天之晴朗 这些我们就他们已经走惯了 所以我们就不怕 如果是夏天这些 我们去日迟 就是用电话联系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妈妈 看上了谁 看上了谁 这是我的爷爷 这是我的爷爷 生日有病嘛 有病嘛 温上不成嘛 常为平啊 这也没钱啊 生活条件也差得很啊 咱们家里边这个情况怎么样 就是一年能收入多少 家里面 家里面今年没收入 今年不是说那个人 打满了嘛 真的 今年这个 这个全没用收成啊 我小孩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你干嘛 我爱你妈妈 因为这句话表达了我对妈妈所有的爱 她很累 每天中午一般不吃饭 反正在其实经济内院上 抹天吃饭 反正在天涯下着就有熟成了 天涯不下着就抹一点熟成了 去弄我打 多余生家了 她爸来说是先天性心脏病 今年动了手术 花了五万多块钱 她妈一个来就在家 她也支撑着正装甲的困扎活 她有一个姐姐在少佛台高中 所以我们学校的这三个孩子 家人听了都是非常贫穷的 那些东西长青的松树和薄树上 灌了蓬松松亮成点点的雪球 一旦分出来树木天津的遥望 我们这个村子啊 40岁以下的年轻人了之后没有 可能说没有一个 这里有三户人家 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 这户人可能他到外面打工出来 晚上回来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有人 哦有人了 小谷 小谷 干啥人了 有指着呢 问一下子 有指着问一下子 指着问一下子 他家里就他一个人 怎么吃饭的了 给家做的了 给家做的了 今天收入如何 就要过不准备了 过不准备了 打工的他在外面 打工的 能挣多少钱 人家里只要给八九千块钱 其实在公路上 就是给家家孩子吃 不准备了 没吃过饭 没吃过饭 能得到医院里开兵 好了吗 醒了 醒了 天天开 开了十四天 开了十八天 早上走得挺早 挺冻的 这么大的年龄 他呢就是说 孩子都在外面 都在南州 他家里只有这 讨两个 讨两口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一段时间 他找快的病了 他就去这个店 三龙车去 去送到镇上去 去开 去收药 天天到你自己去 嗯 是 都是他自己去 家里现在没有人 在乡下县 都是这样的老人了 没有孩子呢 子女都不在身边 那些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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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在心的 我覺得就是每個蟲子裡面有一座從小 這是非常好的一些事 我覺得就是蟲子裡的這個蟲子 這個蟲子裡面傳承著一種文化 它代表著這個蟲子裡面的文化人 蟲子,蟲子,蟲子,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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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雙門學要跟上課 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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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子 蟲子,蟲子,蟲子,蟲子 我這者已經工作十幾年 這是我的家鄉的日子從小 我喜歡這者工作 我是我的這些熟悉的朋友 熟悉的農民在日子的時候 他們的兒子在這兒來上學 我感到親切 我喜歡來教他們 我的夢想是當航天員飛上宇宙 我的夢想是當一名軍人 因為可以保家衛國 我的夢想能是成為一名軍人 因為軍人很偉大 希望他以後能做什麼 這麼大 我這邊好聽 你不笑我嗎 我這邊好聽 趙大來到 反正趙大去來 趙大去來 趙大去來 離開農村 再去去 我覺得我們從子 好多孩子 他來去讀書 最後來考上了大學 現在來變得還是非常好的 我九爹其實就是對農村孩子來說 還是最重要的